在上班尖峰时间 台北捷运 文湖县又出状况 在六张离站往动物园的方向 今天早上的八点半 有列车就卡在轨道上面 没有办法自动行驶 当下大约有八十名旅客受困 北捷派出了列车接驳疏散 但是整条文湖县 南京复兴一直到林光站 有长达五十分钟的时间 是暂停营运的 交通大乱 虽然北捷是紧急加派了 免费的接驳车 不过民众还是抱怨连连 尤其在转程的通勤 大站南京复兴这边 有民众在大太阳底下 站了半小时 还没有搭到接驳车 上班时间大受影响 上班尖峰时刻 文湖县南京复兴站外 长长的人龙等着转搭接驳车 北捷一早出状况 上班通勤民众好无奈 就看到一堆人 就是卡在月台 然后就突然说没有车了 到现在已经半个小时了 因为我原本就九点半要到班 然后现在也已经九点二十六分 等一下就要开会了 然后结果现在都还在这里 很麻烦 而且出来也不知道 到底是要在哪里排 然后就是也没有任何的指示 二十三号早上八点三十一分 文湖县六张离站往动物园方向 一部列车因为不明原因 无法自动行驶卡在轨道上 当时车上约八十名旅客动弹不得 北捷公司紧急派列车接驳疏散 等到九点二十一分才排除状况 不过这五十分钟 南京复兴到灵光站暂停营运 温湖县交通大乱 目前没有物点证明 之后可以上官网协讯 看一下物点证明 不好意思 你知道要办退票吗 我想啊 可是没有人理我 五十分钟以上 五十分钟以上 那是不是整个上班都大迟 是的 恢复营运之后 月台也一度混乱 有民众重复刷卡进站想要退票 但服务台根本忙不过来 这已经是近三个月来 文湖县第六度出包 其中有三次都是列车异常 无法自动行驶或是离站 目前出现异常的列车 已经送回机场 初步检修为列车辅助电力设备异常 详细原因还要持续查修 只是这一回又在上下班 尖峰时段出状况 引发民众怨声一片 新北市汐止区有一大群朋友 在昨天晚上在烧烤店庆生 大家喝醉了 闹哄哄回车上拿了菜刀 说要切蛋糕 结果不满被旁边的客人 要求他们小声一点 竟然迟到反抢 警方货报到场 发现里头有人未成年喝酒 正要依法带回 却跑出了一名女子组党 全程大声尖叫相当失控 就连回到警局 他们的朋友九个人又追来 叫相闹事 场面一片混乱 快到警力货报 有人喝醉迟到会晤 正要将其中一名未成年 饮酒的少年带回 却由女子跳出来拼命阻挡 女子情绪犹够失控 还动手推挤远警 一看自己也要被带回警局 拔腿就要跑 趕快带上车了 你准备一净 你去哪里啊 现场一共11人喝得醉醺醺 被民众报案 持刀举竹 尝面一片混乱 就连被带回警局 还敢撂人来叫嚣 新北市汐止区 二十二号晚上 这群人在车站旁的烧烤店 沁生喝醉了闹哄哄 跑回车上拿菜刀切蛋糕 不满被隔壁客人提醒 烧生意点失控持刀反抢 警方到场先带回两人 其余酒名朋友 又跑到警局继续闹 拉车抵抗 远警当场的生意保护本数 并带伐手查证身份 是分局门口指导 并遭远警当场以保护管数 与社会秩序无法 开心庆声演变成脱续闹剧 不仅在烧烤店持刀 还嚣张包围警局 两度惹事 这下连同寿星和朋友 只能通通在警局过生日 旧张会民众新北市采访报导 礼服的骑士没有带安全帽上路 被取缔了还怒标远警彰化 事发在新北市板桥 一名有诈欺前科的男子 骑车违规被巡逻远警 逮个正着 他态度很嚣张 不但不配合 还开口就骂三字经 优势警力立刻赶到 喷洒辣椒水将人压制 依法送办 其实被远警拦下盘查 没想到让他不开心 当场骂出脏话 嘴巴不断碎碎念 对警察又怒标三字经 要挑战公权力逞威风 结果这下子惨了 立刻被优势警力压制在地 但他就是不愿意配合 继续挣扎 远警无奈 也只好掏出辣椒水 逼他就范 街头一阵混乱 引来民种围观 那男生都很大声 在那边叫 然后几个警察 然后就在那边 给他压着 那个男生压在经厂方的 很激烈 就是听到他叫声很大声 22号警方在新北市板桥区 执行巡逻情务 发现这名骑士 没戴安全帽 当场把他拦下来盘查 结果一查 驾照也已经遭到注销 有诈欺前科的歧视 这时情绪瞬间大暴走 过程中 履权不服警方警察取缔 口出会员 藐视公权力 警方依法实施强制力逮捕 其实违规 没戴安全帽 就到处爬爬灶 还恼羞 成怒怒呛执法远警 夸张行径 不但涉嫌妨碍公务 又多了一条妨碍名誉 这下得上法院 好好讲清楚 记者三百姓胡伟伦 新北市采访报道 在家里种大麻 还骗家人说 是在种枫叶 这个嫌犯在网络上贩毒 警方寻线上门逮人 他当场吓坏了 公称说只是对原意有兴趣 才会网购了大麻种子 回来种 更离谱的是 家人问他种什么 他哄骗说 是观赏用的枫叶 这间小组破门查气 种植大麻的毒花园 不止嫌犯吓坏 同住家人更是傻眼 好疤 嫌犯第一时间还嘴硬 只是花花草草 年幼女人和妻子 更疑惑地询问警方 不能在家里种枫叶吗 但这些根本不是枫叶 而是一盆又一盆的大麻树 这名言性嫌犯 本身就对原意有兴趣 在家里种了各种植物 不过警方在网络巡逻时 发现他到脸书私密社团 用特定代号 在兜售大麻 洋装成客人视讯看货 果真发现 他家里满满的大麻树 立刻南下到他云林住处待人 而他到案后宫称 一开始只是好奇 才会网购大麻种子 没想到生长速度那么快 才会急得上网贩售 过程中更多欺骗家人 只是在栽种逢野 大麻是属于毒品 危害防治条例 第二条所称的二级毒品 那自己来做一个栽种 也就是制造 那还有就是贩售 是可以处到无期徒刑 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一时后期的下场 最终得面临无期徒刑 对远翼优 兴趣不好好种花草树木 违法栽种大麻 骗得了家人 躲不过监禁 接下来明镜台北参谋报道